各位旧意经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个历史话题 这个话题呢 我们这个题目呢 我叫从一个人的消息说开起 我们每一个学历史的朋友 或者是一个每一个普通的朋友 可能都接触了一些历史话题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自己组合起来 组织起来的一个历史话卷 每个人心里边的历史的 对历史的认知和看法 可能都不一样 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讲 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些历史话题 看了非常多的这个杂野 山史 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呢 我经常到那个 当时那些阶边 有那种租书的 租那个小画书 我们叫小人书 叫连环画 到连环画的画摊 去租那个小人书 看到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忘记掉 都要家人来吹 这样子 再去看 看那个 到了那种痴迷的程度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现在回忆起来 就是那些小画书 很多很多 比如说是山国 水埔四大民族 或者是什么 说叶 风神演义 等等等等 那些历史故事 都是那些小画书 启蒙了我 而且那些小画书的那些 当时的那些画面 现在在我的这个 大脑印象里面 都克制 造成了一种 不可默灭的印象 这个印象呢 就是说 我只要看一眼 那个书的书皮 我就知道 那个比较 就像放电影一样的 马上那个 小人书的那个画面 就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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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我的这个 脑海里面 毁发 那个人的 人的这个 言谈 即使 他们的这个 打斗 兵器 等等 这些都会重现在 我的眼前 我就在这种 这种 氛围里面 培养出来 来了 对历史 或者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些 爱好喜爱 那么今天我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人呢 中华第一隐私 这个隐私呢 他的名字叫戒子 这个历史 在每一个人心中的 展现的画面都不一样 在我的心中 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看这个 比如说是电视剧啊 影视节目啊 等等等等 这些 在远溢这些 历史故事的时候呢 我总觉得 似乎不是我想象当中 中的那个 中国历史的原貌 他们那个 当时人的精神的面貌 他们的生活习惯 他们的语言态度 等等 他们形式 形式方位 方法 一切的一切 在我的内心深处里 都会接的 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民族的祖先 我们文化的那个研头 应该 他的样子 不是 不是 我所想象的 就是现在这些 文艺作品 这些影视节目 所表达出来的 那个样子 那么 从这个人的故事展开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些 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 它为什么形成 它怎样形成 它经历了什么 一个远溢的过程 菩萨生香 非常鲜活地展现给大家 或者是分享给大家 春秋时期的 晋国的 一个 大夫 称之为 善大夫 也就是现在 现在就像西方的 文化里边的 那个五四奸臣 一样的 它是属于 其四 其四奸臣的 它是属于那种 贵族奸臣的 人 那么 这个人呢 跟另外一个 他的 他的这个 我们说祖公 或者是说 他的 金主 这个金主呢 叫 晋文公 丛儿 跟这个人的命运 是息息相关的 晋国呢 我们都知道 在春秋时期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诸豪国 而且在春秋晚期的时候 这个晋国在这个 春秋时期的 晋国的 一个 呃 大夫 称之为 善大夫 也就是现在 现在就像西方的 文化里边的 那个五四奸臣 其四 其四奸臣的 它是属于那种 当时先行的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诸豪国 有势力非常强大 他的 说祖公 或者是说 他的 金主 这个金主呢 叫 晋 在 中国 是息息相关的 晋国呢 我们都知道 在春秋时期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诸豪国 而且在春秋晚期的时候 这个晋国在这个 在中国 当时先行的历史上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 一个 诸豪国 有势力非常强大 他的 这种 继承人传统当中 经常就会出现 父子相长 兄弟相长 守住 动兵的 开兵的 这个 现象 那么 晋献公 在继承人的 这个 态度上的 这个暧昧 就使得 他过世之后呢 诸多儿子 都觉得 自己有机会 自己 理所当然 应该是个 自己 应该是继承人 那么就 出现了 一大堆的混乱 最终呢 是这个 无疑上位之后呢 把所有的 那些 其他的儿子 追杀 然后呢 囚禁 赶进 杀截 那么这个 其中呢 就 无疑上位 来赶 但他 首先要 消灭的 就是对他 构成 威胁 最大的 这个 虫儿 那么就 派这个 杀手 来追杀 虫儿 虫儿呢 就在 荒蛮当中 越前 就是 跳过前期 就 跑掉了 跑掉了 以后呢 他跑出去以后呢 就在 各诸侯国 刘湾 就像一个 刘湾政府 或者是刘湾的 政治团体一样的 带着他的那些 亲信 追随他的人 就在这个 各诸侯国之间 进行了漫长的 这个刘湾生活 他的这个刘湾生活呢 经历了多少年 经历了 一共18年 他实际上在 逃出去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 人到中年 已经是40多岁的人 但他18年 刘湾生活 回来以后呢 他已经是60多岁的 老头子 老人了 那么在这个 过程当中呢 追随他的人 当中 就有一个 谋式 叫戒指推 我们今天 讲这个故事的 故事里边 有几个 中国博士 就是历史上 有很多的 这个成语 那个成语 那么这个 首先跟这个相关的 就有很多成语 都在这个故事里边 都是这个故事里边的 一些细节 呈现给大家 那么 首先我们讲 他们逃跑的路上 就会经常的 食不顾腹 经常饥饿 有一次他们跑到郊外 在树林里边 躲避追兵 在树林里边 这个 残身 那天呢 他们几个 已经是好多天 没有吃到一顿饱饭 非常的饥饿 饥渴 那今晚公从来 就躺在那个 靠在一个大树 的脚边 就在那里发感慨 这个实在太累 太苦了 现在要有一杯 肉羹 给我吃啊 那个是多么多么的享受啊 我多么想吃到一杯 肉羹 大家 跟着他的人 都很无赖 就是面面相惜 他们的主 主公 他们的这个 主子 想有那么个小烟 但是大家都没办法去 帮助他 大家面面相惜 很无赖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人 悄无声息地 躲到树林深处境 隔了 隔了一阵 隔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人回来了 从树林秘密里边 过来 手上捧着一个 瓦罐 小瓦罐 那个瓦罐里边的 就上了 篱满着这个肉香味的 主公 我找到了一 一罐子 一坛 这个肉羹 请主公享用 这个 很 很惊喜 但是呢 他有的 那个时候也 花瓦罐 也没顾及到 问一问 或者是 这个 花瓦也 喂 喂 你怎么搞到的 这一杯 或者是说 这小 瓦子 这个肉羹 鸡不折 是马上台前 就吃掉 而且吃得 非常爽 非常的 这个 爽烤 是吧 啊 太舒服了 然后就 来了精神了 就 吆喝着大家 找我们继续 散路 我们 再去逃亡 一路之上了 这个 经常要 为了等他 杀杀来死 杀杀来死 今天这个 这个戒指推 怎么弄的 平时都是 他都 都非常的 这个 活跃的 今天这么 托托踏踏踏 都跑到后面去了 后来 就 就问周边 你们知道 今天这个戒指推 是不是生病啊 或者 偷懒啊 怎么样子 怎么会 跑到后面去了 然后 他的另外一个 老师 服务也就告诉他 主公 你不知道 你刚才 吃的那 小坛子 这个肉羹 从哪里来的吗 经常都说 哎 真是 那个花椒野外 我当时只顾了吃 特别特别美味 吃完以后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搞的 现在你说起来 我是很奇怪啊 怎么会 这个肉羹 会在欢椒野外 出现呢 我要告诉他 主公 你错怪了 这个 戒指推 你抱怨 他是不该的 戒指推 是亲自把自己 大腿上的 这个肉 我们古代 人称 这个大腿叫骨 锅骨肉 来给你做的 这杯羹 然后让你这个 下用 一下子 这个靖文公 特别特别的感动 对这个戒指推 真是就觉得 这个戒指推 对他 就这么忠心耿耿 把自己身上的肉 都割下来 为这个 让这个 君主来下用 真是非常的忠心 他非常感动 这个 这个故事呢 就历史上 有个成语 叫做 鸽骨 谈经 鸽就是鸽 鸽 鸽身上的肉 鸽骨 就是我们刚才 说的大腿 谈呢 就是一个口子 一个 烈日圆圆的圆 在右边 就是谈话的谈 改成 作为一个口子边 这个谈呢 在古代呢 就是叫 让你吃 就是吃的意思 就是 鸽骨谈经 就是 鸽 鸽自己的骨楼 为这个 金主 所以叫 鸽骨谈经 那么 中间呢 就 他们继续赶路 继续的 这个 淘乱 经过了 比如齐国 魏国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诸侯国 最后逃到了秦国 秦务宫呢 当时呢 也是在春秋时期的一个霸主 联继呢 就跟 晋文宫联继 两个老头子 到那个时候 就联继跟 晋文宫的联继 从而联继的差不多相反 那两个就很投言 晋文宫到了秦国以后呢 就 秦国的这个 国经 秦务宫呢 就对他非常的 看重 然后把自己宗族的礼儿 原来是嫁给他另外一个 逃到他秦国去的 晋 晋宪宫的儿子 做媳妇 结果那个 儿子的 抛弃了这个 秦务宫的这个忠实之力 又跑回 晋国去 他非常生气 这个时候呢 这个 秦 秦务宫呢 再把这个忠实之力 再嫁给这个 崇尔 那么 崇尔 当时还是有机会的 心里比较小 你已经把这个 本意就是别人 嫁过别人的人 再嫁给我 心里边有点不舒服 但是他 旁边的谋事就欠他 祖公你要看出大业的话 你要 既成大拓 完成你的理想 四业的话 你应该 不去计较这些东西 这些事儿 因为 当然是秦国也非常强大 那么 你要 复位 要回到 晋国去复辟 然后呢 自己上位的话 实现理想 你得 能够得到 这个 秦国的这个 帮助 你就不要太计较 这些小姐 然后去 秦王公听得很对 这个崇尔一听 确实有道理 然后就笑了 这个 秦国公给他的这个 忠实之力 把他起做他的机械 为了就 默默 默默无疑地 就在旁边 捡了一双 捡起了一双 破烂的这个 就是 曾经是 从而 晋王公从而 穿在脚上 逃荒的一双 破蝎子的 就 把他 拿起 收留起来以后 塞在自己的 这个怀里边 他这个动作呢 就被这个 从而看见 从而很不解 那么 晋王公在 渡河 黄河 跟随秦武公的 这个大金 渡过黄河 家要 去到他 晋国的国内 去做这个 今晚的时候呢 在 黄河的边上 家要渡河的时候呢 他就 吩咐他的手下 你们 跟 跟从我的这些 下属 你们把 原来那个 我们逃荒 逃烂 这个 的那些东西 那些破烂的 玩意儿 全部扔了 就扔到黄河里边去 然后他的那些 水虫等等 这些 就把那些 当时要饭的 什么 打斗棍啊 破蝎子啊 什么等等 就 就都往 黄河里边 就扔掉了 他们用的 逃烂用的 那些破玩意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戒子推呢 就目过 目过无疑的 就在旁边 捡了一双 捡起了一双 破烂的这个 就是 曾经是 从而 靖文公从而 穿在脚上 逃荒的一双 破蝎子的 就 把他 拿起 收留起来以后呢 塞在自己的 这个怀里边 他这个动作呢 就被这个 从而看见 从而很不解 就 你这个家伙 你看我们要回到 这个国内去 我们要回到都城里边 我要上会当金主了 你要这些破玩意儿 看他们 你这破蝎子 你塞到你怀里边去 这干什么用嘛 然后戒子在 淡淡地说了 我自然是 正常在做个纪念 这个就是又是 又来了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 骗里自真 就是说 骗就是 破旧的这个 女呢 就是我们说的蝎子 骗里自真 就是你不珍惜 但是我珍惜 我珍惜的 这个蝎子 他是珍惜 他这个蝎子 背后的那段苦难经历 他要纪念这个经历 所以 他就把这个蝎子 就藏在怀里面 随着大京呢 就渡过了这个黄河 秦国呢 是处在今天的这个 山西一带 晋国呢 就位置就在 今天的这个 山西一带 之间呢 就隔了一道黄河 所以他们跨过黄河 就进入到这个 晋国的这个国土 然后呢 晋文公就在 秦部公的这个 帮助辅佐下 欺赶了原来的 那个国军的势力了 以后 扶他上位 然后就完成了这个 这个 正位的这个 他端正位 正位的这么一个 动作 就恢复了他的 这个金主的这个地位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在各 过黄河的这个过程当中 戒指飞就 暗暗地在那里 思索 他说 他想 这个金王呢 我们共患难的时候 金城之间的 这个友谊 这个深厚的情感 是没的话说 都是非常非常的 感情深厚的 但是今天看他这个 极致表态的 看来 看来他不是一个 能够共融华的人 他对过去的苦难 没有一点真实 这样的金主的 我想 我还是 我还是 离他而去 为好 这个 戒指飞 这样想呢 他就在大家都 热烙烙烙进 京都城去 上位去 搞庆典的时候呢 他就溜了 他就跑掉了 悄无声息地跑掉 跑了以后呢 跑回家去 这个戒指飞 是个孝子 就父母在家里边 做一个普通的 这个影子 这个就是不为了荣华 不为官位 然后第一个 主动放弃了 荣华富贵 跑回家去 隐藏起来的 这么一个影子 那么他就隐藏 隐藏在虾米达 就跟这个 他的母亲呢 就过一种 普普通通的 平民百姓的 这个生活 这个回后头来 再讲 靖文公 上位之后呢 进行那一番 这个格雇顶心的 这个打的动作 改革动作 我们说的 就把这个 晋国的 这个原来 混乱不堪的 那个政级的人 清理得 非常的这个清明 然后呢 伯父解义啊 就是说 少收税 少劳动人民 然后呢 让人民过上一种 相对来说 比较 富足的生活 这个时候呢 仪师傅 这个靖国的 就打致 在靖文公的 这个领导下 打致 那么靖文公 非常的 就是 自豪 非常的得意 就想 我 现在该是我 来 分封我 这些 为我这个 成立这个 霸业的 这个 这些 工臣 工薪之臣 贾力 贾力他们 表战他们的 这个时间到了 他就开始 表战 他手下的 这些 跟特别是 第一批 首先要表战的 就是那些 跟随他 逃难 18年的 这些旧臣 这些 为他 呃 全马 奔走的 通通 这些人呢 都获得了 这个表战 然后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等等 得到的 物质佳奖 好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 再见